下面有各种不同的状况 那下面合者学医中的养合血红素 所释放出来的氧气会比较低 说明一下 本来应该是血红素会解离出血红素跟氧气 我今天希望它反应不要向右 因为往右产生的氧气变少 所以这时候你要选的是 喜欢它反应向左的 不要再释放氧气了 把氧气抓住吧 所以什么时候反应会向左呢 你就要选氧气浓度高的时候 因为氧气浓度高 依据热沙特列反应才会向左 所以你要选的是氧气浓度高 好我们看一下 A选项 慢慢看 A选项是指温度 温度较低的组织可以选 为什么呢 因为温度整体降低所有的化学反应 所以如果建议反应向右 产生氧气多 我让你变慢一点 氧气是不是就产生变少 所以当我本来要释放氧气 我让你低温一点 代谢反应速率变慢 你释放出来的氧气浓度速率就会变慢 所以A选项选它是因为 我可以降低你产生氧气的速率 因为低温会降低所有的反应 所以A是对的 那氧分压高的组织 氧分压一高反应向左 让氧气不再释出 B也是对的 那二氧化碳分压高不行 因为二氧化碳跟氧气刚好颠倒 二氧化碳分压一高 反应氧气就下降 反应反应向左 不行 我反应要向右 所以C刚好相反 PH值低也是 其实C跟初是一样的意思 二氧化碳高或是PH值低 等于氧气变少 氧气变少反应向右 不是你要的反应向左 接下来代谢速率低 那跟A一样 我让你 你本来要产生氧气的 我让你温度下降 或是代谢速率变低 化学反应变慢 你释放氧气的量 速率就会变少 因为题目是说 让你产生的氧气比例偏低 我可以透过减缓反应速率 或是改变反应方向 对不对 所以A跟E是减缓反应速率 而B是改变反应方向 都让你氧气产生变少 所以这里答案只有A E还有中间的B 而A跟E是一样的概念 降低化学反应速率 以上是多选第八题 感谢观看